- 新聞畫畫畫 好 問一下 那個柯P好像沒有什麼造勢大會 對 我們不會辦傳統的造勢大會 廣告很少啦 幾乎看板的廣告都是市議員幫他立的 其他那種什麼電視廣告到現在沒有 廣播也沒有 公車也沒有 旗幟不差 我們幾乎沒有下什麼廣告 就比照賴清德選舉的規則就對了 也不是這樣 賴清德也許他是領先比較多 所以他有五步嘛 那柯醫師一出來選的時候 他就想說不要 我選舉不要花那麼多錢 我要改正選風 所以他本來就這樣打算 柯P拍的那個政策的影帶 都是靠著網友在網路上自行散發的 都沒有買 也沒有買臉書廣告 然後也沒有買電視廣告都沒看到 可是我們那個 證件影片可是拍很多 我們那個柯P新政 已經拍到第28了 所以我們有28個政策 28支影片 而且開了28支記者會 就是說 其實我應該沒有看過任何一個候選人 提政見提的這麼的多 這麼的兇 而且很多政見都很先進耶 他昨天講一個政見 他講什麼你知道嗎 田園城市 什麼是田園城市 我白不聽聽 柯P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綠化這整個城市 但是不是傳統的 種什麼公園路增管理處 種榮樹啊 種杜鑑啊 不是 他是說 他把城市的綠地變成是可以吃的 我要種什麼 種蔬菜 甚至我們會開放市民去認捐一塊 65歲以上可以有5坪免費 在都市種菜自己種自己吃 其實內湖有耶 他們這很先進的概念耶 內湖有很多耶 內湖很多 對啊 這應該不錯啦 快樂城市到處都是開心農場 對對對 這句好 昨天有記者問說 現在唯一可能比較擔心的是 到時候如果種得很開心 在那個 被偷了 在路邊種 被他偷拔怎麼辦 但是我們有講啦 如果說這個城市 可以到大家種菜都沒有人偷 表示我們國民生活水準提升了 陳醫師 我覺得是連勝文策略錯誤 連勝文都怕柯文哲的人格 你知道嗎 國民黨最怕就是怕人 MG149要怕爺的人格 貪嘛 這個買賣器官也是怕爺的人格 對不對 壞嘛 其實也是貪嘛 對不對 可是 我覺得他挑戰錯誤耶 你應該是跟他比政見就好 因為你還沒怕人格 人還怕爺的人格 你覺得連勝文的人格 比較能爭取一切嗎 對啊 是不是 對啊 不是 好 來 那我們來談人格好了 來 這是連勝文的最新的這個食安的廣告嘛 對 這支不知道要多少錢齁 就是找那個字 販客傾 販客傾是有行情的 它如果以過去我們所了解的 它其實是如果含脫波費 脫波費的話其實一直可能就有 含脫波費了 就是含上架那些 500啦 超過1000 超過1000啦 超過1000啦 超過15啦 超過15啦 嚴聖文第一支一直跳一直跳 我們就估1500了啦 還1000耶 因為它裡面一直跳那個 跳來跳去 就是廣告之後再加上 發包多 1500 我們不是說要花8000而已嗎 一支就1500就好了 絕對沒可能 你怎麼可能花8000啦 對啊 不知道8000 之前捐款的時候大家就說 那它接下來的兩三個月 就只能再花幾百萬而已 可是後來大家也都知道 看它的手品就不是這個規格啊 不過跟大家這個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其實有點屬於商業機密 然後也屬於電視台的那個費用 可能會做調整 如果說它那個廣告時段比較差 那可能就降價一點 但是你真的要製作再加拖波 現在電視台這麼多 有的還不只在新聞台 非新聞台也在上的 的確要不少錢 不是 它還怎麼樣 我們現在的臉書過過過 咚 咚 連線網就跑出來 那也是 YouTube的 YouTube的過過過 咚 連線網都跑出來 那個也要錢 網路的廣告也不少 網路廣告也好幾百萬 那為什麼這個廣告被批評成這樣 你看喔 沒有 你看喔 台灣有多國際化 剛剛我們講葛特曼那本書 那是英文版耶 英文版竟然有人要翻翻翻翻翻 翻到裡面的第九章 然後跟柯文哲有關 然後出來舉發你知道 他跑去藍影舉發嘛 我們看 這個廣告是因為它被罵是因為 這是加州的樂透廣告 對不對 是商業性的廣告 那是2014年9月3號PO上去的 在YouTubePO上去的 它叫做Power of Five 好 樂透廣告 那它的相似處在哪裡呢 第一個 它都有一個超級的大黑板 先是有這個超級大黑板 再來才有這個超級大黑板 這是連盛文的廣告嘛 對不對 好 場景都一樣 場景都一樣 請大家看 這是連盛文的這個桌子 這個是 這個是熱透廣告的桌子 還有樓梯 連盛文的桌子聖 再看 還有樓梯也一樣 再看喔 連盛文的桌子在這裡 對 那是桌子嗎 那是梯子 不是梯子 梯子 這個 樂透廣告的梯子在這裡 連盛文的梯子聖 好 然後甚至於他們說 然後連打燈光都一樣 都一樣 整個廣告的拍的色調是一致的 然後連表現形式都一樣 有一個主講人站在中間 對 不斷的講話 然後會有數字在跳動 然後不斷的變換這個size 然後從這個特寫 中景 然後大浪 很像 這是第一支樂 兩個人都在那邊畫黑板 對 畫了也都有 然後黑板後面都是字 對 這個食安版本的是 連盛文在黑板上面寫字 對 他推出的第二個版本 另外一個主題的 青年住宅 青年住宅的 它跟樂透的更像 它也是一個大黑板 然後它也跟樂透一樣 它是那種立體的 手在空中畫 然後就會有數字那種 那種亮亮的 很高科技感那種 所以它的第二支廣告 更像樂透的廣告 然後人家說 網友說你們抄襲 網友一定是看到美國的廣告 對不對 才會出來舉發 那范可卿說 說我這個叫抄襲 這也太離譜了 這樣 這有抄襲嗎 有參考 有參考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絕絕對對是抄襲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連音樂都很像 台灣 沒有 因為要買版權的耶 沒有 你聽我說 台灣有那個廣告人 我認識一個做廣告的人 你知道廣告界 有各種奇才藝能知識 他們有一種音樂 做音樂就是這樣 你有一條歌 你有一個廣告配樂 我要用 但是我不敢直接用 因為要版權嘛 對 我就做了一個旋律 那個調性很相近的 不算超級 上下幾個高低音差 但是那個味道 高低音差 對對對 還有那個特效 那網友就講 這個 因為他是犯可卿嘛 那當美國人來找他的時候 他就變可卿犯 因為 可卿 因為性要放到後面去嘛 所以可卿犯 可卿 犯可卿啊 但如果是美國人叫他 就要叫他可卿犯啊 既然可卿犯 他就沒問題了 可以 那個旗底的網友 旗底的網友很好笑 很可愛 還去跟他計算兩個 VCR的秒數 一模一樣 他秒數了 趕快 對 沒有啦 不是啦 因為 下一個檔就是30秒 30 45 60 肯定是這樣子的啦 不過范可卿他自己 昨天有開記者會就是 他說這個就是牽涉到廣告業的問題 他說他有參考 那因為我相信廣告之間 大家互相會有 有時候 我覺得你知道 他們可能有他們的方式去解決啦 那我不知道美國樂透這個廣告商 會不會來告他侵權 但是顯然這個真的就是 參考別人的創意啦 就是參考到幾乎是超級的 對這個狀況 那連勝文怎麼反應 連勝文說 他尊重團隊的創意 他不是說團隊 他說我尊重年輕人的創意 那壞的事情跟連勝文都沒有關係 好的才跟他有關係 但是我要講說 網友對這件事情非常憤怒 為什麼 因為之前有一個網友 做了一個酷手版本 把他實然廣告做了酷手版本 編排一下這樣子 把他告 連勝營就說要告 要告人家 結果你現在反而被起底說 你這個涉嫌抄襲 網友是說到90% 請問你還好意思告別人嗎 你都不是原創 沒有人來告你就不錯了 你要去告網友 這個事情我覺得 他已經你知道嗎 連陣營我們知道了 換廣告商 換到第六個還這樣 我剛才是說 那個器官的事情 證明柯文哲是沒有 這個事情可以說什麼 指正利利喔 對 這個才是人格的問題 對不對 你的團隊怎麼會去超級別人的廣告 第二支廣告也是喔 這就是低劣的人格啊 現在又第二支廣告也是喔 台北小蘇火的廣告也是超級成功的 沒關係 那這個蔡委員 你是不是一個選項的人 你如果看到你的公共 陷入人的雷同度那麼高 你會說什麼 我覺得好選項 哪有全部積極嘛 你的同學會在一起 當然會在一起喔 而且喔 對於侵權喔 要講清楚 因為我們台灣是一個 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國家 而且黨趕快下Q啊 你不可以再撥了啊 沒有錯 你要趕快下架 然後就趕快要做什麼彌補 然後向社會大眾道歉 也要向原創者去質疑 對 那不然人真的要勾到我們台灣來喔 人家連勝文就說 我請廣告團隊來 我尊重團隊嘛 跟我什麼事 這也是切割啊 對 但是你知道喔 這網路鄉民其實很有創意 他們立刻把連勝文 從一開始選戰到現在 切割的22道功法 事實上加上這個應該是23、24道 沒有啦 現在已經30幾了啦 對啦 一開始好像沒有那麼多喔 現在也差不多 就是說出事情都跟我無關喔 切了哪些東西等一下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而且還做著這個圖 好可愛 那不少都不可以 好 利用 那連勝文怎麼 這個網友說他怎麼切 網友真的太可愛了 他統計 來 我隨便講給大家聽 不好意思 老花 把眼鏡拿下來 譬如說他7月份的時候 他黨內初選的競選廣告 掛在西門町很大一塊 那已經被段宜康多說 都已經初選過了 你不能再掛那個了 否則是違法 結果他當時就講說 那是廣告商贊助的 不是我們的 廣告商 對啊 廣告商贊助 別人贊助不是我們的 後來網路上就出現一個 小確信的什麼市民的廣告 對 但是那個廣告其實 就是網路負… 不是家評如潮 是負評如潮之後 他就說 那個不是我們做的 那個是廣告商的推薦片 那是廣告商的適用的片子 那個跟我們無關 好 再來 那社子是做島的那個爭議 是Google 他說 社子島是Google Map裡頭寫的 寫的 那不是我講的 好 過來呢 人家說負面選戰 因為他就開始一直在攻擊柯文哲 那包括他的團隊 結果呢 他就講說負面選戰 又不是我們開始的 還有這一本… 是 他發的文宣 這一本他一發出來 我們有拿到喔 這好難拿耶 這本洛陽紙櫃 各位 只有我有 他發了這一本文宣之後 然後被大家笑死說 怎麼選前30天 你還在叫大家認識你 然後結果他就說 這個他也不知道誰做的 贊助者做的 他不知道誰做的 但最後他的說法是 不知道是誰做的 可是這一本背後就寫 連勝文競選總部 他也不知道誰做的 就切割切的也很難進去 連家競選總部